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他的作品集中在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李梅树纪念馆 那这个李梅树纪念馆一共有多少年了 先复1983年故事 那我们整理他的东西 所以后来就想说要筹备一个整理的地方 当刘金港医师跟李梅树教授的昆仲纪念馆开始的 是1990年 90年代 我们整理了五年 那个时候成为叫做预备馆 我们也要在1995年搬到现在这个地方来 是 所以我们正式改名字叫做李梅树纪念馆 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等于成立多少幅画作 平常大概30张左右 所以这是因为这个展 这个展叫做台雅贵公子的展览 其实我知道在国美馆也同时有那个 展览 对 李梅树先生的另外一个展览 120岁纪念展 120岁纪念展 OK 所以你们这两个展览是在互相打退台 有不一样的风格出来了 OK 把国美馆所选上的以外 OK 因为我们的话很多 还是可以把他的话再做一个介绍 就他们的这个策展者 选完了 那你们作为李梅树纪念馆里面的同仁 负责人 你们觉得如果其他的一些作品 没有展出来 其实好像有一点遗憾 对 而且我们纪念馆也不能说国美馆展出 我们这边就放空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些画作 因为他那么多的好几百张的画作 可以选出来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好 那边展 我们这边也展 也展 对 不叫做打对台了 所以一样是他的东西 所以国美馆里面不要太紧张 真的不要太紧张 不是打对台 这李先生亲自讲 可是我因为刚刚看了一遍 真的是非常精彩 那这些如果不在这个李梅树先生一百二十岁 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展览里面出现的话 的确是我觉得会是很遗憾 因为我刚刚整个看过 我觉得 比较可惜 对对对对 刚好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纪念馆 空间 对不对空间 就不会有遗珠之汗就是 等于是 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些不同阶段的这个李梅树先生的这些作品 我发现说跟你们家族都关系都非常的深厚 因为模特儿都是你们的姐姐啊 长辈啊 对不对 你们从小就被你们的这个父亲指使来指使去摆姿势了吗 会不会很痛苦 站好久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我八岁的时候拿一根香蕉在那里闻啊 不能吃啊 所有酸都不能放下来啊 放下来又被骂 骂了又不能哭啊 哭了以后等下没有香蕉吃啊 所以你应该从小就说 我恨艺术 我爱水果 你现在讲的 你现在讲的这一幅 晚餐后 而且是我们搬到新画室 在这个展览里面我看到的 几乎看不到男生 对 那在那个其他的画作里面 男生应该还是 那个比例应该还是很正常 比较少 还是很少 对所以有人讲说 哇里面素好色 都在画女孩子 其实女孩子有先天的五个条件 第一个他的姿态美曲线比较多 第二个因为他的肤色美 OK 有没有 XSK2 所以就比较晶莹剔透 第三个衣服美 因为里面是用画笔来 记录台湾妇女的流行眼辨识 OK 从30年代到80年代的流行衣服都可以看得到啊 对不对 然后第四个法式美 因为每一个年代不一样 什么平板碳啊 离子碳 飘飘碳 红杏莹有没有碳 有没有碳 对不对 所以女孩子在法式就有没有美 最后一个十字美 我告诉你喔 都是用十字 没有用种子 没有用这个 对 我告诉你 你不要跟他讲 就是这个 所以女孩子有先天五个条件的美 是里面素所过发的一个基本要件 他最强调的是女孩子 这个十字 如果没有把它描述得很自然美的话 他这张画叫不美 因为这人 你手合起来 放出来 不用力 十字合起来 这支也会更长 没有这支造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 他很强调的一点 法型这样子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 其实令尊在做画之前 还有这种settle的这种 对 对 法型师在那边吗 对 对 对 有 对 在那边做settle的事情 没有没有要求的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 法型很漂亮 那就说好 你穿衣服给我看看 那这衣服他觉得满意不满意 不满意 再换 一直换 换到他满意为止 有一天看他穿那件衣服 他说 嗯 所以你这件衣服可以做模特 他说你这件衣服可以做模特 他不讲说你这个人可以做模特 很有意思 所以从那里开始 就是他注重 衣着的美不美 嗯 大家就讲过 真实就是美 所以他强调这一点 那边有一幅画我看 就说像你们的姐姐们 从小也是就当模特 对 然后 其实 嗯 你们的父亲 从小也都让他们在看 各式各样的画册 大姐二姐 我那个子女 从小 他给她看 翻画页 翻到裸体的 就是马特里斯那个罗里的 对 也是一样给她看 嗯 那边是给她一种训练一样的 就从小就给她灌输这种 就是说在艺术的这个天地里面 其实 有 那个是非常的正常 大家不要用 嗯 另类的 对 另类的眼光去看 以前的人很少这样 是啊是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家庭 一个家族 就是你们是这样子的传承 那个是其实全方位的 那有一些画局 嗯 我们要去 拿来给她翻一翻 嗯 不懂的问问题 但只是翻 欸 他跟我讲说 画局你好好看 但是 我里面有做记号的 不要给你拿掉 但是我要参考用的 嘿嘿嘿嘿 所以我们就 一样也 小时候 是 就看那些画局 有世界美术全局啦 有 国外的画局等等 当然其他的家庭都是 是用照相本子去回忆 然后他们家族的这个历史的时候 你们的家族是用画这件事情 在回忆你们的过往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 我刚刚因为我特别看了那个 你的几位姐姐在那边看了画车 我特别有感觉 那一个家族之所以到最后 变成一个绘画的 跟绘画这件事情有关系的家族 那整个周围的氛围 从小你们就是沉浸在里面 绘画 我们并没有学到 我们只有讲话 你们学到当模特 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觉得他们就是 非常从容的 好像变成他们的日常一样 对 他们的日常生活啦 嗯哼 就替爸爸当模特 嘿嘿嘿嘿嘿嘿嘿 通告比较快 随传随到 嘿嘿嘿嘿嘿嘿嘿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他天天在看的时候 他就记住 他的肤色啦 他的姿态 的美 就把它记录上面 是是是 所以他也没有讲说 我爱哪一个女儿 或怎么样 他用画笔来 表现他对这个家庭的爱 就在他的画中里面表现出来的 几乎神情性格 其实都可以描述出来 是是是 这是最厉害的地方 很多人在这种 这种观察到 因为大家都在看画 那其实也就是看到你们的 每一个小朋友 就是从小朋友长大 到现在这个 整个过程 全部在李梅树先生的画笔下面 画布上面 那被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人生的这个经验 是其他的家族 我完全不可能享受到的 但是我并没有成为画家 你应该去当那个 模特儿训练师就好 训练模特儿 我就是从小变模特儿 要做画家美术 要有天分 努力 耐心 那你们这些小孩子 天分应该有一点 但是努力耐心不够 太平衷了 所以不适合于做画 所以我们就没有成为画家 只能被讲画的画家 那也好啊 也好啊 像大家才知道啊 对不对 知道李梅树先生 知道这些艺术的背后的这些意涵 但是画家 大家说这个画家 画画家 画画家 人家知道画画家 画家说 噢 原来你老板就是画画家 在画地板 画画家 他不许了吧 嘿嘿嘿嘿嘿嘿嘿 那我们现在呢 介绍的就是这个台雅桂公子 这个展览的两位策展人 那他们以前也出现过 在我这个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曾经去高雄 去他们的那个开的那个salon 去特别采访他们 就是蔡杰尼为冲州 因为他们两位的背景 所以他们会来做这件事情 我才知道有这个展览 那当然就说国美馆 在这个同时也有一个 你美苏先生的展览 对不对 然后那我知道 你们其实测这个展 跟他们的那个展 中间的这个差别是什么 第一个差别是他们先挑 他们先挑画 第二个差别应该是 那个预算上的差别 对 ok 预算上的差别应该是 我们空间的空间 搞不好剩下十分之一 ok 可是我自己 刚刚这样子看过 我觉得 我光是看这边 光是听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导览 我就觉得说 这个展览就让我足以认识了 就是更深入的认识了 比美苏先生的画作 背后的很多的事情 当然他们一定也有他们的策展的这样子的用意 跟他们的这个下的这个苦心 那我倒是愿意请两位 就这里的作品 谈一下李美苏先生 我们叫他台雅龟公子 其实基本上这个名称 就已经算是给他的一个人设 这可能是跟台湾多数的那种 美术展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们可能印象中 我们有看过很多前辈艺术家的展览 那那个展览一般的策展可能我们比较好玩吧 就是他们在一般策展的策的时候 他会比较像是传统美术史训练出来的 我们会说这位艺术家他什么时候出生 然后他是出生于什么家庭 然后他后来去很多可能都是去日本求学 然后就这样一路听 你会一般来讲 我们可能看完我们对A艺术家 B艺术家 C艺术家 我们都不会有太深刻有关这个人的特色什么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出生还不错的家庭 然后就去日本留学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李梅树这个展览 我们就是很清楚要给他一个角色 他就是一个贵公子 而且他是一个台亚贵公子 那等于是你透过这个展览的时候 他一个形象就很清晰的跳出来 你会记住他是一个什么样 一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就我们不只是认识他的作品 我们好像也认识了他这个人 如果还在话120岁 距离我们很远 可是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趣 比较活泼的一个策展主题 台湾的近代史 其实是一直是在被殖民 外来者殖民 那一个 一个 作为一个殖民地 其实这个殖民地里面 你的本地人 你就是在一个街虚上是弱势的 不管你的 对你的文化上 你的语言上都是 那所以在日本时代 可是本地人不是都是弱势者 他有一些本地的士绅 那所以我们台湾 因为日本殖民的时候 等于是算他是个殖民 可是他还带来台湾的现代化 那这些进入了第一代现代化的这些画家们 他们就是会有一种 对这个 这块土地有比较有一点使命感 那同时我要再回过头来讲说 日本的殖民有一个特别之处 跟战后的殖民不太一样 日本时代的殖民呢 他实际就是一个他们内地的延伸 他对日本来讲 他是一个寒冷的国家 可是他把他的 江土延伸到台湾来的时候 他会希望说 那我要去鼓励殖民地的创作者 去创造出所谓的台湾的地方色彩 那什么是台湾地方色彩 他其实就是很多人在竞争 包括台湾本地人 那也包括日本艺术家 日本艺术家包括说你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 那种湾生艺术家 或者是说 从日本内地过来台湾创作的 那这些日本裔的艺术家 他们所诠释的台湾特色 一定是跟本地人不一样 那不一样在哪里有几个特点 比如说对日本人来讲 那台湾就是一个对他们来讲 一个江界里面一个炎热的地方 对他们来讲其实有点异国 所以他们会去 去创造出来那个台湾异象 他们以下的台湾的地方色彩 他可能就是天气很炎热 不太适合 或者是日本从日本人 从海冷的地方过来 就真的觉得很炎热 那再可能就是原住民的部分 他可能会去表现出原住民那种 比较不受文明拘束的那种形象 对 那可是作为台湾本地人来讲 你会觉得 我跟你们一样 我也接受了现代化了 我也是个文明人 所以台湾艺术家们 他们去诠释台湾的时候 首先他就出生就在这里 他不觉得这里很热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同样是在画台湾的街景 那陈仁波画出来的街景 就觉得天气很宜人 阳光普照 对 然后你可以带 你带着你的小孩 家人出去逛街那种感觉 街道上会有行人 然后会有摊贩 可是如果是 比如说梅云龙三郎 他还画过台湾 画台湾就没有什么行人 然后那个影子跟阳光的对比很强烈 你会觉得人好像都 为了要太热了都躲起来 所以就是一种 就同一个地景 可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来画会不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说原住民来讲好了 日本人画的就会去彰显那种比较狂野的那种特质 可是如果你看过沉浸画的原住民就会吓一跳 他们画的是同一族人 就是即使是连原住民这种话题 都可以感觉出来台湾人想要把自己 台湾的艺术家想要把自己画的是比较文明的 我们的文明程度跟人家是一样的 所以台湾的艺术家会去画台湾现代化的过程 比如说一些都市的景象 那个李梅树他应该就是 那我称这个风格 或这个路线叫做台亚 因为为什么会有台亚 因为其实我刚刚讲说作为殖民地的人 在一个殖民地的那种接续里面 我们可能会被放成和亚 大和民族是亚的 那台就是俗 那作为你本地的文化精英 你一定会不希望说我是非常被看待的 所以我也要来跟你争取这个亚 所以这个所谓的地方色彩 本地文化精英们所去共同想要去合力打造出来的 它就会是一个台亚的形象 我要去跟你竞争那个和亚 我不要再被你踩在底下这样的一个形象 对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 台湾第一代的 我们讲现代化的第一代的艺术家们 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 是 所以想去怎么讲 去作为一个时代的一个文化精英 他怎么去赋予台湾的文化一个新的面貌 所以台亚早在一百多年前 他就存在着 然后李梅树可能作为台亚这个精神 一个很重要的代表 一方面他真的是一个世生世家 他出生非常的富有 会看到一些他还没去日本之前 他就会有一些兴趣去做他一些那种什么 我们讲装饰艺术的东西 他有自己的烟河什么的 这就是他还没去日本之前 他就本身的出生 让他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 有他的文化资本去展现他自己是一个 文化上的一个高阶人士这样子 龟公子其实就是一种自在的感觉 除了贵以外就是富有以外 他是比较像公子 我是从三个方面来看他的自在 第一个自在是他的作品所洋溢出来的 内容上的自在 他所花的每个人的那个神情 你就感觉是非常优扬 然后生活非常好的一个特殊的阶级 的那种人所跑出来的 即使他画农妇 都把农妇画像是女神一样的优雅 那这多少反映了 那个他本身对美的信仰的一个路线 所以我讲的这个自在 第一个是反映出他生活上的自在 有他的作品 那第二个自在呢 李梅树并不是一个 我们认为在前辈艺术家里面 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像领袖般的人物 在艺坛上或生活上都过得不错 但事实上慢慢慢慢的 他一直在累积一些背上的剑 很多人剑色向他 其实从日本时代就有人去攻击说 你走那个外观派 其实是我们不想走的 因为不够新潮 那到了他战后之后 他还是很坚持地画具象 一点写实具象 而且非常非常写实 这跟战后的那个整个全球 在封抽象艺术也不一样 他的坚持的创作路线 招致他背上被刺很多 倒很多剑 但是这个人呢 他就不管 而且他知道他的信仰在哪里 他在1940就已经拿马内的画出来讲说 如果你们觉得 你们 台湾有人可以跟这个比吗 但是你们却把这种画当作过时了 它是经典 但是你却把它自为过时 所以把经典 视为过时的这种台湾艺术圈的误解 可能只有李梅树一个人能够逃脱 以至于他对他的坚持 他完全没有怀疑过 背上在刺在做剑 他都没有怀疑过 这种自在感 也是因为他对他的艺术信仰的一个自信 那第三个自在是 李梅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 所谓的美术家 他同时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很多斜杠 那有一个斜杠比较特别的是 他还装置艺术上的投入 装饰艺术 结果他还没去练东美的时候 他就会设计很多那种刺绣的稿子 给家里的女性的亲属去刺绣 他自己有自己的沿河 他很爱古董 很爱这种装饰艺术 我是很遗憾他没有先遇到我 他要是早一点遇到我的话 应该会是成为我客人 而且就会从买中国古董 变成买西洋古董 可是我们就 应该是我 是他身不封城 是我身不封死 我也不晓得 反正他非常喜欢这种装饰艺术 那他一生最大的作品 并不是油画 他一生最大的作品是什么 三峡祖寺庙 所以一个油画家 一个洋画家 他一生最大的作品 最多投入的 最多时间投入的 居然是一个装饰艺术的作品 他这个行为 并不是在议坛的同辈里面 都是拍拍手的 很相反哦 很多人对他投入三峡祖寺庙 是不以为难 就觉得你画成这样子 一定就是因为你的三峡祖寺庙 投入太多了 他的命运跟盐水龙一样 他们都是两个人都是 台湾前辈艺术家里面 对装饰艺术 投入非常多的人 而且都遭到同彩的侧目 但是对于这种 纯艺术高过于 在地位上 高过于装饰艺术 的这种上下之分 其实里面树是 很洒脱的 没有这样看的 如果说美术的现代的话 是把纯美术跟装饰艺术 作为一个分离 很清楚的分离 而且是上下的上 一上一下 那我们发现里面树 是很自然而然的 就很自在的 就游走二者 OK 那这种自在 也是其他的 艺术家所看不到的 所以他的 里面树的现代性 是有一种自在感 包括从作品 从他的一生的履历 从他对绘画的路线上的坚持 都是可以跟别人不一样的 可不可以再聊一下 他的这个风格 那因为我刚刚 例如说 听到你们讲了 好几个专有名词 外光 你们还没有讲到他的照相写实 这个部分 那其实因为我自己在纽约 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当你们在讲照相写实的时候 我就非常清楚 你们是在讲什么 可是又怎么融入到他自己的 这个长久以来的这个风格里面 那会不会太突兀 会不会是 你知道 别人比较在 这个欣赏他的这个画作的时候 是不是要特别去注意到的一些细节的东西 你们就挑一些画 直接来讲这个有关于这个风格的这些事情 监力现在去讲这一张 1946年的作品 他的抬头是罗富 听说当年展出的时候 他曾经被蒋介石多看了一眼 然后那个省政府陈怡这些人可能就是为了要拍他马匹吧 就本来打算是买这一张送给他 可是那个蒋介石的老婆 不喜欢蒋介石喜欢这一张 所以这张后来就没有被买去 当做那个拍马匹的作品 他就挑了另外一件 然后那一件后来现在已经遗失了 所以我们很庆幸不是这一件没有不见这样子 他作品里面我还蛮喜欢这一件的 所以他会被我们挑成我们这一次展览的那个小册子的封面 那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洋化 因为会觉得他有点西方的那个大师作品的那种感觉 我们台湾的艺术家里面创作里面有一件作品 非常的能够表现出那种西方的那种古典学院派风格 我觉得这件可以很可以称为这样的一个代表作 那我们讲的那种学院派风格 它不只是说一个技法上 写实技法的要求 它还有一种美感上的要求 所以包括这个model的摆的姿态 然后还有比如说他画面当中后面会有一张画 然后还有一些他的一些布啊 还有蕾丝啊 然后据说这是爆皮古典美感的一个呈现 那我刚刚坐比较远的地方去看到他的这个身体 他有一种很圆润的感觉 就是说不上来很柔软的身体的那种感觉 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喜欢画女性 在李美术的分类里面我会把它视为是一个重返古典时期 它是受一个古典学院派的那个美感启发 作为他一辈子的美感印痕 可是到了中间他有曾经去画过其他的风格 然后我觉得他到了这个战后这个时候开始 他又回过头来重返古典的时期 杰林这一幅画呢 这是他1933年的作品 那个时候他还在东京求学的时候 可能类似他的毕业制作那一种 那个时候他还相当的年轻 可是从这一件作品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东京求学的时候 他是完全的可以掌握住这种古典学院派的风格 包括模特的姿态构图 你会发现他人物的那种光线 他会去处理的很均匀 不会有那种突然很亮的光线那一种的 学院派曾经是一个很严格的标准 那既然是新艺术他就会去被颠覆掉 那这一件旧品质是在说明说 李梅树可能是当时的 台湾的前辈艺术画家当中 所谓的写实技法最好的一个 第一个或第二个了 因为我帮他的风格做了一个分类 然后他有一段有一个时间的分类 我把它放在所谓的外光派 这一件他虽然感觉是在画室内 我会称他是一个在室内的外光派的一个表现 我们光是看他脸上的一个阴影的表现 就比我们刚刚看的那一张裸女 是不是就是比较稍微剧烈一点 他的明暗对比是比较强烈的 刚刚那一张裸女是 你会觉得他整个身体啊脸啊的那个色调是 光的变化是很柔和的 那他这个就会很明显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外光派古典学院派 那可惜我们这边没有印象派 可是台湾好像没有人画过印象派 所以没有办法拿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 可是印象派大家都很熟悉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讲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这是从来没有展出过的作品 因为他没有完成 就是他的后人从来没有拿出来展示过 但是因为后来我看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这张非常的棒 所以我们就第一次把它拿出来展出 虽然没有完全完成 可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到 他完成的部分已经是让我觉得非常的 很令人惊艳的 李美术到七年代有进行一个 风格上很明显的一个转变 那我会称它是一个 照相写实主义风格的一个开始 所以那段时间做了很多作品是这样子的 照相写实跟他之前画的那些 所谓的比较古典的作品 一样都是技法很写实 只是说他写实技法可能越来越好 那除此之外呢 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 刚刚我讲说那个古典学院拍 它是重视一种很严谨的美感 所以那个姿态啊 后面布景那些都是他精心设计出来的 那到了这个照相写实的时候 你会感觉他这些人物的动作 就不是特别去设计的 很像是用相机拍下来的那个瞬间 那他令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 假设他凑过一个观景窗看出去 他把这个小小方块内的那个氛围 那个微妙的光线 掌握得非常的精妙 虽然他是2D的一件作品 他是油画 可是我会感觉我看他的时候会觉得 我好像闻到他的空气 他空气中似乎有什么一个味道 我不知道有什么味道 可是我就觉得他是立体的 觉得好像进入一个3D的空间里头 那有这样子的功力来讲 我虽然说风格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就掌握一个空间的氛围 这个功力来讲 他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台湾美术史里面的 那个维梅尔 因为维梅尔也是一样 透过一个他也有他的那个辅助绘画的工具 可是就是会把一个空间的氛围 很精妙的那种氛围 把它给掌握得很好 然后这是他晚年 花了两年时间 你想到一个老先生 然后把这件作品 这样小小的一笔一笔把它来完成 然后一样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能力 可以把一个空间的氛围 把它给很精妙的描绘出来 所以我说我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好像闻到老夫人身上的香水味 就是你会觉得他真的有点 带你进入一个3D的一个空间的感觉 然后他包含他的那个这件衣服那种丝绸的感觉 然后他底下那个你知道他穿的是一件薄纱镑的 其实穿的还蛮贵气的一个夫人 然后还包含他脸上的那种有点慈祥的笑容 观音像我觉得是他自理美术的 可是就是他的model跟他自己的收藏摆在一起 好像有赋予了这个老夫人一个好像很慈悲的那样子的一个形象 这件作品应该是大家这次如果来看展览的话 很推荐大家还要好好花时间去看的 因为这是我们从那个顺义美术馆接过来的 美术的画作的组成 除了说我从那个人物可能是参考相片的辅助完成以外 他旁边都会有很复杂的一些装饰 装饰物组成 觉得台湾最重视装饰艺术的一个画家 他这边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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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现场 都在我们那边都可以看得到 那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布置出一个场景 布置到那个馆长说 我们怎么里美术经验馆变成富尔泰古董店的三峡分店那种感觉 那其实也不是说我要啦 我在想说里美术如果他死而复生的话 他要办一个自己120岁的一个展览 除了画作以外他会放什么 他可能就会把它一直增长的 因为不停在画作里面出现东西摆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如果你明天来看长不大一样 后来看长不大一样 那不是我跳的 那一定是李美苏自己出来跳的 他觉得怎么样摆比较好看 他可能会自己的主张 这个东西叫凉骨 就是坐上去屁股会凉凉的 一个大型陶瓷 然后还有出现在小气之女 可是小气之女看不太清楚 因为他上面摆了那个画册 摆了那个好像雷诺瓦还是谁的画册 那我其实特别想介绍是这个 因为如果你是学画的人 你非常羡慕他 他有一台画册 这个是可以移动的 他是有轮子的 然后他一个好大喔打开 你就可以那个把你的颜料啊什么都放进去 然后非常周全喔 他底下还有抽屉啊 然后可以打开的 他在那个东京留学的时候 把他带回来的 所以他当时真的是相当的富有 然后我认为他一定很多同学会非常羡慕 他有这样的一个画车 李梅树是一个以女性人物画为租称的画家 他在这方面经营 可能台湾没有艺术家可以跟他相较量的 但是呢因为那个国美馆的人词 所以我们这里还是展出了二十件 如果你了解李梅树一身创作的主軸的话 那个主軸一半在这边 一半在国美馆 所以你是不能去错过的很一个 那比较另外那一半 比较让我们流口水没有流下来 没有感受到他们的仁慈的是 那个小气之女 他的代表作1935年代表作 但是呢我们这边有满满的小气之女 这些都是小气之女 我们有好几个小气之女来让你看 是看得够 因为李梅树不是画一次小气之女 他画了很多次 那他也拍了很多他的相片 那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 这一张相片 这一张相片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很自在的女性 住在一个族椅上 她那个笑容 感觉也不是像对着摄影师笑 她是对着清清万万的 她知道未来拍出来的这个摄影作品的读者而笑 那她的姿态的神情 你无法想象在这个相片1935年 我想象说在1905年或者是1915年 那个时代会有台湾的女性 是以这样的神情去面对一个相机 而到了这个我们称为文明开化的时代之后 我们在摄影师的捕捉之下 我们发现了有一个新的女性 那个群体已经出现了 他们是非常自信 非常有朝气地面对这个世界 那李梅树他除了用画笔外 他其实也用他的摄影机 把这个年代给记录下来 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李梅树的前辈画家 那这两幅卷轴是 老先生以前在这个三峡祖师庙 做装饰用的一些雕刻 事先绘画的一些草稿 那据说是这个李梅树 他自己觉得不是很满意的 就是李先生的两位这个昆仲 就把它整理 变成也是一个他作品的一部分来呈现 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谢谢 李景光先生 李景文先生 他们在这个三峡的 李梅树纪念馆 为我们做了准备 那我们也谢谢魏崇州 跟蔡杰尼 他们两位从高雄北上 针对这个展览 他们策展了有一阵时间 在这段时间 国美馆也刚好也有 李梅树先生的展览 那我相信那两个展览同时进行 大家其实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就互相参考 那因为其实在那边的展览品 跟在这边的展览品 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都是各自 有各自的这个风味在里面 那我们今天还是很谢谢 管方对我们的 这个所做的准备跟招待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冯光月 请大家帮我 按赞啊 订阅啊 分享啊 感恩啦